請問 你們有什麼 這是羅尼亞洲民族法院第一次籌備會議 第一次籌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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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代理中華民國政府的律師 國際衛律師 他就代理直立法律 第一次籌備程序 來指摘中華民國的席位 這是空方園道奈以秋和射程序的代理律師 那其實政府在 游國小律師 他正在進行主程序 這個主程序 早上 我的這個關鍵字講得不夠多 模擬憲法法庭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同婚廢死 種刑正義秋和射 應該是他的關鍵字 模擬憲法法庭在2014年開始啟動 第一個案子就是禁止同婚違憲 模擬憲法法庭所做成的案子 促成了2017年大法官 要針對人權做成違憲的解釋 我們很高興在一個人拜前 終於同婚立法成功 雖然我們對於專法的立法 是不同意的 認為專法是一種歧視 但是 在那個法律裡面 明白的寫 同志們可以登記結婚 這是重點 那麼在2015年 我們審議了死刑是否違憲的案子 2016年審議的轉型正義的案子 那麼到了現在 今年我們要召開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的聯子邊論題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是繼模擬憲法法庭的成功運轉之後 提出來的 今天我要來提的 也是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的這個案子 為什麼要有一個另外一個法院 模擬亞洲人權法庭 模擬亞洲人權法庭 真正的大法官 也就是在教國民團體的 大法官是怎麼審案件 我們就怎麼審 既然我們的法院 沒有人民不信賴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去辦個法院 然後呢 做出人民能夠信賴的判決 說不定我們的判決 也比較有公信力 當我們能做成一個有公信的判決 我們就會促成那個真的法院 比較容易改革 至於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是因為亞洲會有一個人權法院 那麼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法院 那就是一個落後的社會 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 沒有法院來替我們解決人際的衝突 那大家只好打一架 算數 不是這樣的 法院的存在 就是為了避免暴力 避免戰爭 所以法院本身是一個和平的堅持 如果台灣是一個面臨戰爭威脅的國家 我們比任何人都應該更有動機 去推動一個國際的體制 那麼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有這樣的思考背景 我剛剛已經講到 我們要創立一個有公信力的法院 可能比政府之間所成立的法院 更有公信力的法院 然後我們要推動亞洲能夠成立一個 真正的人權法院 來促成亞洲區域的合體 同時它可以監督它 從它一開始監督各國政府 不要去迫害他們國家的人民的人權 大家如果想到中國大陸的例子 新疆現在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國家迫害人權的例子 蘿西亞發生什麼事 就是緬甸迫害人權的例子 誰去監督它們 如果有一個亞洲人權法院 就可以監督它們 人民可以向亞洲人權法院 控訴它的政策 那麼模擬亞洲人權法院 對台灣而言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台灣在國際 設國際舞台上沒有什麼機會 那麼我們自己就創造一個國際舞台 我們才能夠通過國際舞台 來訓練台灣的 這個我們有很多的 今天我早上來看幾分鐘了 早上來看來 這邊有很多的活力 我們有足足的人才 但是我們沒有機會 受國際訓練 國際亞洲人權法院 可以為未來的亞洲人權法院 訓練未來的法官 訓練國際的法官 同時可以訓練台灣的律師 如何打人權官司 如何進行人權的訴訟 那這種訓練 如果我們訓練起來 將來如果亞洲人權法院成立 那麼它就已經是一個可以成熟運作的 而不是把亞洲人民當白狼水利法院 剛剛那個影片 我不是因為在講解嗎 就是好像上次的準備題 讓我發現 從摩陷以來 我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如果沒有人在旁邊講解 觀眾們有時候看不太懂 那法庭的程序有時候是很骯髒的 它就不會引起興趣 那就 學習效果就會比較差 所以呢 從這個影片 這一次的這個準備題的程序 我就注意到 我們需要這樣的人才 就是 能夠在 你在這個 法庭進行的時候 我們都是全場直播的 但是有一個像直播組這樣的 一個主播這樣的角色 可以在旁邊 透過這個直播的方式 然後講解給 沒有在現場的其他的人聽 就是說現在法庭進行到什麼程度呢 那到底他們在做什麼 這一份多 在做什麼 我們需要這樣的人才 我們需要一般中語言的 中文的跟英語的 中文的我會找到一個 那麼我們可能不只需要一個 同時呢 我們也可能 如果有人想見習也是可以的 好 然後呢 我們也需要很多的英文 就是中文但英文的人才 那麼包括體義跟口義 我們也希望在這裡能夠 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也需要網路的宣傳 如何做宣傳 這是我們傳統都不懂的 還有這個所謂的網頁官網的管理 這樣的人才我們也需要 那麼在座可以想到 我們沒有想到的 可能我們需要的人才 也請歡迎來告訴我們 這樣可以嗎 還有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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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年的7月26號 準備程序第二次的準備題 27號28號兩天都有 都有延遲的問題 在台大法學院林哲館的國際會議題 然後我們有7個 13個法官會 未來有7個法官 來自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孟加拉 韓國 日本 好 我們謝謝許英雄老師 謝謝許英雄老師